是一般人是吃不到这个西多士的 在1950年代开始 就有香港的大牌上开始效仿西餐厅的餐厅去如何制作出这个西多士 不过大牌上的西多士呢不是用那种清煎的方式去 而是用大铁锅去煎煎炒这个面包 过后才形成了现在所看到的西多士 表面是金黄色皮边呢会有一些焦脆 那客人吃之前呢会放上一个奶油或者放上蜂蜜 这种的西多士是我们常常能看到的港式西多士 也是在1950年代开始就有人用这个方式来炸 不过在1950年代的时候呢蜂蜜是相当的昂贵 它们的进口也是来自于英国 所以呢一盘的西多士呢要三好钱 在当年的情况 而这一个三好钱用什么来对比呢 就是你可以买一碗粥 如果想问这些香味的差点就好了 就给大家看看